从玉皇殿勾出来之前内容,关注本头条号可阅读,误闯入新铺村这几户人家的时候,隐约感觉此地会有故事。 秦岭山中,小家小户的土房和大户人家的宅院,从气度上就不同,此地视野开阔,土是肥窝,一看就住过大人物,后来证实果然如此。 屋挨着屋,院连着院,老房子高高大大,不像之前山中见到的那样低矮。 院落里虽然荒草稽稽,一片消沙,但这草却长得自信,透着华柜,行走在这样的地方,能够感觉到主人曾经的威严。 该是怎样一个达官显贵,或者富商巨股,才会在这里买天阳县,归隐山林,你们是外地来的吧,找到这里,算是你们找对了。 一老哥和一个大婶出现在视野里,一边询问我们到访的墓地,一边画里卖着官子,这个地方,以前有一个大户人家,在南方当过大官,挣过大钱,告老还乡后修了各大房子,四合院,有两近院落呢。 院子边上,竖着两根拴马桩,中间搭了一根竹子,正被废物利用当晾衣杆,上面正晒晾着花花碌碌的衣服,这是以前的老物件,原来那家人的。 老哥让我们仔细看这两根拴马桩,当年能数几根拴马桩,就像现在修停车厂一样,他家很有钱的。 老哥热心,带着我们四处看,转到一堆杂草丛中,又看到一个直径将近两米的大碾盘,听老辈子说,这个碾盘打好后,因为这里坡度大,工人推不上来,于是主人想了个办法,在上面洒满了碎银子,说谁推上去了就归谁,这才把它从下面推上来了。 当年洒满碎银的碾盘,如今上面堆满了破鞋子,实在不忍心发个拳图。 老哥介绍说,这家人家拜业后,两近远落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村民拆了,只有这些坐基石和撑柱子的石头,被一弃在远处,我围着这些条石仔细看了看,没有在上面发现任何一个字,远处老墙上,看到一扇窗户。 这窗户,是徒步亲领这么久以来,发现最讲究的一扇。 窗户整体是黑色的,明显上过期,窗龄特别讲究,雕刻有线槽和各种花纹,栩栩如生的飞鸟,娇艳盛开的花朵,如果不是大户人家,何来此闲行一致。 漫步四周,两近大院的遗迹几乎找不到了,只在脚角落落还有蛛丝马迹,一面一丁垮塌一半的土墙上。 还能够看到一扇残存的圆形窗户,窗户横格没了,只剩下一圈传统的回兹文。 回兹文是明清时期常用的文士,在麒麟山中很少见到。 为了写好这个故事,特意翻读了1992年版的《宁山县史》,42个人物撰里并无对应人物,别处也无踪迹。 也许这老宅子的主人,大约只是一个富商吧,并入不了限制。 如今居住于此的几户人家,皆为普通秦岭山里人,在细问房主细节,老哥虽尽了全力,却全无线索。 土墙上,挂着几排玉米棒子,一根木棍插在大门上,这栋老房子是秦岭附地山中典型的模样,只是作为地基铺在台阶上的条石,明显与老屋不搭。 后来修房子的时候,用了原来的石头,石头又落不了,也运不出去,正好做地基,这些土地,这一大片,以前都是他家的。 站在老屋院子里眺望,这是山中难得的一块平地,本组图片拍摄于2018年10月2日,地质秦岭陕西安康宁陕县江口振兴铺村,近期将集中发布多组行走秦岭附地乡村的图集。 欢迎关注本头条号专业行走。